我家孩子都上大学了 是 男人 你家孩子上大学了 对啊 你是不是骗我的 真的 男人挣钱女人花 他挣钱我出去保养 好鲁传三代 人走鲁还在 你也找不到这个历史了是吧 是 我已经也忘记这个年头了 得有上百年了吧 目前我也没法去追缘了 那你这个鲁有没有人买过 多啊 多死了 有很多人租的价钱很高 但是他拿回去了 他不珍惜我的老鲁 他是很走商业化的 那我肯定是不能去和他去交流的 这个鲁你现在感觉是不算大了 他活的时候都要在14斤左右 带毛的时候 对 带毛的时候 现在的话大概在8斤 这里30只鲁 一只鲁大概在9斤左右 听说你们弟兄两个在做老鲁这方面 长江以南谁都不服 这个呢 随便他们怎么看 也随便他们怎么想 我对待我们家的产品 对待我们家做鹅 我们是绝对有信心的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我们怎么说是我们的事情 他们怎么看怎么想是他们的事情 一只仿佛卤出来的鹅油 纯天然鹅油 这卤之前必须要加鹅油吗 我们做这何事情 头不夹那油 不夹 夹那油白钢的 老鵝和子鵝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头上的这个牛 鹅油 有牛的就是老的 它一年之后才会长一点小毛 像这个鹅油的话 最起码要在18个月朝上 这个老鹅呢 一定要卤到2到3个小时 这个时间不到 香味不到 颜色不到 这个老鵝是不是上过糖色 没上过糖色 这个是本老鵝 就是老鵝的本色 我各种现在这个社会很复杂 现在在长洲开鹽水牛的 几乎都是我的徒子徒生 我不能讲全部 我只能说几乎 都是我的徒子徒生 那有好多都是从你这偷走的手艺 对 那那个味道能一样吗 他想沾了我 这个味道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这个还是有扣手的 哎呦 这个刷的是什么呀 让它颜色变漂亮是吧 对 再拿发盘 这个捞额呢 它也是一个讲究活 什么叫讲究活呢 捞上来以后 一定要先看看这个皮 筷子不能戳破这个皮 一旦戳破这个皮了以后 这个皮的汁水露出来以后 里面裹不住在肉里面 就起不到那种甘香味 这个捞额是一个水准 而且起锅呢 一定要为什么摸摸它的胸脯呢 是起到它的软硬度 感觉一下子是不是正好 所以说呢 烙鹅也好 烧鹅也好 每一个部组都是非常要讲究 像这一块 就是我不小心刚刚皮戳破了 这一点呢就是有欠权 因为鹅身上没有癌细胞 所以说鹅是百草之王 这个自古以来 扬州那边有一句话叫 无鹅不成宴席 是这样子的道理 所以说呢 但现在呢 鹅呢会越来越受大家的广泛 就是更喜欢它 你长这么漂亮在这买老鹅呀 没办法呀 它每天都卤那么多鹅出来 没有人剁呀 它一个人剁得太累了 之前不忙的时候嘛 它自己可以剁 现在忙起来了嘛 我必须要来帮忙的 没有办法 我一个店最高峰的时候 在120只左右 2万多块钱 将近3万块 也不算太多 正宗的洋中老鹅做法啊 就是冷鹅热卤 你们看一下这个鹅肉啊 这个全是瘦的 这个皮啊 就感觉都没有 都没有鸡皮 薄薄一层 他们这个是浇了 那个老鹅里边的鹅油以后 然后再浇那个热卤啊 你看 都是上面飘着厚厚的一层油 底下是汤 还是蛮瘦的 虽然他们家是在长州开店 但是他们家这个卤老鹅 是从扬州拿过来的 也算扬州老鹅吧 我觉得啊 他们家这个老鹅 给我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嘴上油糊糊的 然后乳香味是淡淡的乳香味 就是有一点是有点柴 怪不得老板说 对这个老鹅的要求是 一年到两年的是最佳的 不能再老了 再老了是一点都搅不动 这弟兄俩啊很励志 这个小弟啊 是从外地 是从北京回来的 他在那边也算是大厨 也是一个很赚钱 然后为了回来帮他哥哥也是放弃了 他说他哥哥赚到钱不会亏待他 他哥哥赚不到钱 他觉得是没服到好哥哥 兄弟情 老白以前没吃过老鹅 吃了老鹅都是在他们家吃的 我也评判不出来他家比哪家好 或者是不如哪家 但是他跟我讲 来他家吃的啊 90%都是回头客 都是认可这个味道的 上面咬了一块皮 那皮啊是老板说的是脆的 看嚼一嚼真的是脆的 各老板说了 你如果觉得他家老鹅不好吃 是可以去他家踢馆的 去他家吃也行 去他家做也行 只要你做出来比他好吃 他也是愿意拜你为师的 如果你做的没有他家好吃 你也得承认人家是有两把沙子的 欢迎大家来踢馆 欢迎大家来踢馆 啊